再来关系的是在瑞穗乡 逢雨必存在的瑞港公路 也不抵这一次原规台风 强风大雨 造成了沿路多处的土石泥流 落石整个路况是柔长寸断 阻断了齐美部落的连外道路 湘工所在今天一早是力气 出动了大型机具来先行抢修 赶在傍晚时抢通 让齐美族人顺利进出 原规台风 强风测雨造成了瑞港公路 多处土石泥流落石及道路边坡坍塌 阻断交通 也断了齐美村 主要连外道路成为孤岛 今天一早 湘工所及客调派厂商来进驻抢修 大型机具顶着大风大雨 清除路面上的泥流 岛木与落石 希望能够尽快抢通 齐美村民的对外交通 巡查全乡各村灾情后 乡长沉浸光也跟着重型机具一路灾修挺进 希望能够尽快的安全抢通瑞港公路 从500K一直到我们的长虹桥这一段都有断断续续的土石流跟路树的倾倒 那我们早上7点通知封路 然后我们7点15分 我们的灾害的厂商就已经开始来做抢修 那目前已经停进到5.5K 继续往齐美村跟瑞港公路的长虹桥终点来做抢修 那希望能够在今天中午以前能够单线通车 瑞港公路破碎地质逢雨必成灾 湘工所也积极向上级单位争取计划 到目前为止投入将近3亿多元的经费 逐步逐断地来提升瑞港公路的交通品质 虽然这一次的远规台风强风大雨 仍造成了瑞港公路沿路柔长寸断 但多数零星灾情 湘工所也在傍晚及时抢通 让齐美部落族人尽出无碍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